请基督徒喜爱我们 并以自己的血 解救我们脱离罪魄 使我们成为国度 成为侍奉他天主主的自己 阿里路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早安 圣父早安 昨天的读经医 我们看到了保禄 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了 以后呢 因此他为耶稣基督的见证 死亡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 在场的引起了分裂 在今天我们听到是 我们将听到是保禄 因为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 所以他坐牢 我们可能在某一程度上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受苦 我们也祈求天主坚强我们 继续为他做见证 不要放弃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虔诚的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借着基督的胜利 和圣神的光照 为人类打开了永生之门 求你上次我们 领受如此红恩之后 自应努力 使信仰日益增长 更殷切地侍奉你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中途大事录 阿格里帕王和贝勒尼切 到了凯撒勒亚 问候匪斯托 他们在那里住了许多天 匪斯托就把保路的案件 成名给王 说这里有一个人 是斐里斯留在狱中的囚犯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司机长和犹太人的长老 告发他 要求定他的罪 我回到他们说 被告还没有要原告当面对职 又没有机会为控告他的罪辩护 就把那人交出 不合罗马人的规律 后来他们到了这里 我没有迟言 次日便开庭 下令把那人带来 原告站起来 他们所控诉的 没有一件是我所想象中的恶事 他们的争辩 仅是关于他们的宗教 和关于一个已经死的耶稣 保路却说他活着 对于这些争执 我不知如何处理 就问他要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受审 可是保路却要求上诉 将他留给皇帝审断 我便下令留下他 等我把他解送到凯撒那里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在天上建立了宝座 上主在天上建立了宝座 我的心灵请歌颂上主 我的五内请赞美他的圣名 我的心灵请歌颂上主 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宠 上主在天上建立了宝座 天离地有多么高 他的慈爱对敬畏他的人也多么深厚 东离西有多么远 他使罪过离开我们也多么遥远 上主在天上建立了宝座 上主在天上建立了宝座 他的王权统治万有 大能的天使 你们听从他的命令 你们遵行他的指令 请赞美上主 你们是执行上主旨意的忠仆 上主在天上建立了宝座 阿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说圣神必要教训你们一切 也要使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阿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列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uriент 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麒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比他们更爱我吗 伯多答说 主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对他说 你维养我的羔羊 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 若王的儿子其满 你爱我吗 伯多回答说 主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对他说 你目放我的羊 耶稣第三次问他说 若王的儿子其满 你爱我吗 伯多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说 你爱我吗 不禁忧愁起来 就对他说 主啊 你无所不知 你晓得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维养我的羊群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你年轻的时候 自己束上腰带 任意往来 当时到了老年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给你 别人要给你束上腰 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是指他将怎样死 以光荣天主 说完这话 又对他说 你跟随我吧 上主圣言 有我们赞美你 大家早安 有一个宗教学家 说在我们人的力量之外 在任何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预期的力量之外 有一个更大的力量 那他描述这个更大的力量 叫做 他是用拉丁文 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scinosum mysterium就是一个奥秘 tremendum就是一个可怕的 fascinosum就是很吸引我们的 所以这个奥秘 超过超越我们人的力量 这个奥秘有两面 第一方面是非常的吸引我们 让我们要靠近它 让我们去接纳它 让我们靠在它旁边 那我们在它旁边 得到这样的力量 我们的生活就有安全感 我们的生活好像不缺 什么都不需要 有了它在 一切就美满了 当时另外一面 要靠近它 靠近它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我们也同时说在它旁边 我们得到安全 我们得到安全 也有同时间觉得恐惧 就让我们就不要接近它 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 接近它 所以这个力量是有两面 有一方面是好像是一个铁匙 拉着我们过去 那另外一个好像是在那边 推着我们 离开 那这个就说 这个在人的力量之上 有这样的力量 今天我们听到的耶稣 说有关爱 他问波特鲁 你爱我吗 你比他们比别人爱我吗 那我们说这个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非常的美妙 当时我们对天主的爱 也是一样的 一方面是吸引我们 当时另外一方面 好像是有一个可怕性的 它的吸引力 就是我们在天主的爱内 我们得到一切 我们得到满足 我们得到平安 我们得到安全 在他的爱内 爱内 我们什么都没有任何的需要 没有任何的需求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天主的爱对我们人有一个要求 那这个要求是耶稣自己 他已经立了一个榜样 这个爱需要我们的牺牲 需要我们的奉献 所以这个方面的可能就是让人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怕性的 像今天我们看到了 耶稣问波特鲁 你爱我吗 波特鲁就说 我爱你 我爱你 他回答耶稣 回答前面两次 我爱你 但是到了第三次 耶稣问他你爱我吗 他有改变 他回答的时候有一些改变 他怎么回答呢 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怎么说呢 他面对 我爱有丑 另外一个的翻译说他就哭了 回答 那为什么他会有丑会这样的哭了 是因为他看到一个可怕性 因此这个爱他看到是一个牺牲 尤其是在后面 耶稣所讲的 你年轻的时候你自己树上腰 任意往来 但是你老年的时候 是别人要帮助你树上腰 要带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 或是你不知道去的地方 告诉伯德鲁 他将来该是怎么样的死亡 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后面的一句话 你跟随我吧 耶稣说的 跟随我 我走过的路 你一定要跟着 我走过的十字架的路 你也会遇到 这一切因着爱 因着爱 所以我们就看到 爱一方面是吸引我们 天主的爱吸引我们 另外一方面 真的需要牺牲 需要奉献 我们看爱这个诫命 我们要彼此相爱 但是我们去爱别人 是因为他已经先爱过我们 天主已经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才被要求 去爱别人 有天主的爱 我们感觉到满满的 满足幸福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也被要求 欺赏 那我们再来 我们再给他 点达 就是 保成 从下 欺赏 吃 吃 你的 多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很人类 劳苦的果实 卖面品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 劳苦的果实 葡萄就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请大家祈祷 万全人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好 圣父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你 默容祂的圣祭 愿为我们 他整个圣骁为的领祝 认识的天主 求你认识垂顾 你自民们的奉献 并派遣圣神 净化我们的心灵 好使我们的极限 蒙尼悦纳 以上所求 使用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心同在 请主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主神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必能使人得救 因为基督光荣的君王 战胜了罪恶和死亡 在天使的战胜身中 上升天庭 成为天人之间的宗宝 世人的审判者 万物的最高主宰 基督升天 并非远离世人 而是要我们追随 祂的房中 到达同一的居处 我们原是祂的肢体 祂是我们的首领 因此普世万民 养一者附和的喜乐 永远欢腾 同时天上的天使 和所有圣人 也同声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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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血 他甘愿使神说那时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去那里永久的蒙月之血 将为你们很重人情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我们遭到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爱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全年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却同我们教宗 方几个 我们的宗主教 若翰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色者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序晚餐 求你也全年 怀着复活的希望 让自己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全年 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相见你光荣的圣荣 求你全年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同真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圣若瑟 主圣总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 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连和圣神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几君从旧旧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欠你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在活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 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不是全会 一切荣耀 有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总对种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生意时 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往 愿主的平安 藏与你们同在 请大家呼助平安 平安 除名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全力我们 除名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全力我们 除名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全力我们 请看天主的高阳 请看出名是罪者 罪造来复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们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领寸就会全力 您独有 主说 真理之神到来时 要指引你们 明白一切真理 阿雷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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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祢 天主 祢借此身体声势 祢借祢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祢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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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